财子自从爆出和何孟远的双劈腿事件 不当行为遭经纪公司解约后 今日又动作频频 不仅吴玉锦在COPHOUSE开场 又发律试喊给前经纪公司原英兄弟 疑似急着想付出 艺人财子自从参加全明星运动会2 认识闺蜜逗逗的男友何孟远后 两人私下大搞暧昧 甚至双双劈腿 事件发生后先是把妈妈搬出来 要求何孟远一人扛下所有责任 甚至爆出其实当时还有一个男友 就是前老板邱峰泽 说谎加上私生活不检点等脱续的行为 身边有人看不下去 声量一落千丈 甚至当时经纪公司原英兄弟 紧急切割解除合作 5月22号晚上 财子吴玉锦在Clubhouse开房 拿起其他自弹自唱的近一个小时 一度信4000名网友聆听 表示我只是想唱歌 可是我不知道要在哪 只是同天晚上 原英兄弟在脸书发表声明 再次澄清财子已经不是原英兄弟 旗下艺人 也请厂商不要再来信 询问财子的工作邀约 这才贴出财子寄给原英兄弟的律师函 原来财子认为原英兄弟单方面 终止合约有违法之嫌 甚至载明 因本人未曾同意终止本经济合约 且本经济合约亦无提前终止事由 依此要求原英兄弟照常旅行 并得继续帮他安排工作 听闻一出不少网友直呼傻眼 底下留言也一面倒支持原英兄弟 回顾财子4月15号 在IG上公开道歉 口口声声表示 会接受公司一切惩处 她对于我跟孟玮发生的事情 我真的很对不起 造成全明星运动会的困扰 深感抱歉 我会自己退出全明星运动会 我愿意接受 公司对我的一切惩处 5月9号财子的现实动态 也说会好好反省所有改正过错 成为更好的自己 对比先前低调谦虚的态度 如今发出律师函 短短两天180度大转变 实在让人百思不解 不免也让人联想财子是否为付出 铺设各种道路 事发后网友也很担心 身为财子前老板兼前男友的邱峰泽 会不会再次受到伤害 就请大家不用担心 就像是 差不多了啦 发泄完了 我主要想要跟我的粉丝说 谢谢他们一目致止 就不用太担心 因为现在就是 我们很多任务在身 就是眼前的工作要去完成 所以我的个人的心情 其实上次已经说过了 都没事了 为了生前演唱会努力练习 邱峰泽坦言 已经过了低潮期 之后不紧接着代言 也更积极工作 加上五间情团员们的陪伴 看来粉丝们就不用太担心了 连走到最后还是放任沉默 没你以后心中伤痕没好过 沉默默 沉默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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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凉默默默默的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